曾雅蘭那麼厲害 佩富康千萬債務 甩憂鬱症 我要變人妻界的蔡依林 誰是賬膽的善 抗大人用愛情崇拜 40歲對曾雅蘭來說 是全新的開始 她運動健身 甩肉8公斤回春 還連續考取中西式餐飲執照 好厲害 她的老公侯蒼明 以小氣出名 扣門的背後 原來是歷經貧窮的洗禮 我們一開始我們有存了一些錢 所以要買禮車要幹嘛的 沒想到那陣子她瞞著我 然後可能跟朋友合夥什麼的 然後投資 結果被騙了快一千萬 一知道這件事的時候 我整個殺掉 所以那時候我媽媽知道 我媽媽真的也是個好人 她拿20萬給我 讓我去度蜜月 我記得我們那時候存款簿 大概只剩下三千多塊 我媽媽知道我們沒有錢 所以她就會準備一些菜 我回家的時候 她就說 那個是多的 你拿回去吃 當時侯蒼明在外打拼還債 他在家照顧罹患阿滋海摩症的公公 和中風的大姑媽 加上他又懷孕 身心靈承受極大壓力 嬰兒罹患憂鬱症 有時候跟老公吵架的時候 我那時候嚴重到 我自己去撞牆 我有一次在去我姑姑家 我站在陽台上 我心裡就在想 如果我現在跳下去 是不是就所有什麼事情都不用煩惱了 她求助精神科服用兩年藥物 後來驚覺藥物竟嚴重影響行為 決定停藥拿回對身體的主導權 侯蒼明為了讓他轉移焦點 也帶著他進演藝圈 進演藝圈之後 我開始過我自己的生活 有我自己的時間 以前我會把壓力藏在自己的心裡 可是我現在把我的壓力釋放在運動裡 我走出去 我才有辦法找到我未來的自己 娛樂中新聞報導 它沒有健帕 第一次 1QU2 9 9 20 21 8 20